2024台北儿童艺术节规模更甚以往 包含11档焦点节目 两档同创基地以及互动式展览 节目类型涵盖马戏音乐戏剧以及音乐剧等 超过200场的免费活动及售票节目 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开启儿童模式 有马戏有音乐剧音乐还有戏剧等等 另外我们还有十档是前进社区 在社区的免费部分有前进社区的部分 四个周末在北溢这边还有艺术乐园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玩 有一个所谓的互动展示的部分 听说是在北溢的不同的角落 那就让亲子可以去做很多探索 还有7月22日有个我们户外的表演 在大安森林公园 先为一个就Folka在20号要做相关的演出 反正呢刚刚拿到这我就觉得很兴奋 很开心 就觉得真的儿童模式包括我们大人都被开启的感觉 那回到为什么要办这个儿童艺术节的初衷 大家知道25届25年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从一个大家都知道文化艺术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发展 很重要的一环 那也是一个城市进步很重要的表征 所以呢今天艺术它能够让一个城市 如果我们今天来的城市 就觉得它多元丰富 然后呢有活力 大概绝对艺术力是很重要的成分 所以艺术扎根 让孩子从小 让艺术成像的好朋友 那件事情绝对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 它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 除了精彩的售票节目之外 艺术乐园的免费演出 更延长到四周 今年在大安森林公园露天音乐台 还有大型户外免费演出 更首度规划莫扎特的盛宴 轻松自在音乐会 让观众可以依照自身状况 随时进出观众席 我们有Folka Folka它基本上除了会讲故事之外 它其实不用语言讲故事 它用身体讲故事 而且它要非常的注意 所有空间的一个规划 所以在这个背后 它其实是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那我们有会讲故事的 所有的优秀的编剧 还有导演 还有演员 而且它不但会演戏 会对白 还会唱歌 那另外还有沉浸式的剧场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携手 让它最具体的展现的一个作品 就是把大家的想象力 通通抛到宇宙的外部 那今年我们仍然有两个创举 首先呢 当然就是刚刚副市长所提到 我们回到了大安森林公园 所以希望所有的三代同堂 可以一起来到大安森林公园 跟我们一起共度一个周末 它会在7月20号跟21号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特别的 也是可以三代同堂 而且我们创造了一个共荣的音乐会 我们邀请了这个长荣交响乐团 它即将带给我们的事实上是 被这个舒伯特赞誉的这个一个作品 他称莫扎特的这个作品叫做天使之声 所以这个共荣音乐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除了长荣的这个演出 它绝对是一个专业的演出之外 我们还有一点捣铃 那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在台下的这个阿公阿嬷 然后以及这个孩子们呢 都可以轻松自在地 想聆听这个标准艺术 然后以及古典音乐的呈现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 可以进出 可以站起来咳嗽 然后也可以非常高兴的时候 大声鼓掌的一个音乐会 2024台北儿童艺术节 将于6月29号到8月1日登场 演出票券在5月20日中午12点全面启售 多元丰富的节目与活动 要陪伴大小朋友度过欢乐的夏日时光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